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严格来说 这不是享受内容的必要条件 你好 不要读这本有声书 不要听 你不会喜欢的 更重要的是 现在就看完它 开始做更好的事情 你已经长大了 还有更多 例如 我想到告诉你 开始看另一个视频 不管它是什么 我不在乎 但另一个视频不是这个 不要把你喜欢的这个视频 这将是一个不值得你这么宝贵的事件的行为 甚至不要梦想着按下小铃铛 我告诉你这些 因为这样你将避免发现任何与这个视频有关的东西 如果在这个时候偶然想到要订阅 算了吧 不要做 不要订阅 请 我衷心地请求你 这本有声书 不说它是垃圾 也不值得任何人去听 它没有任何内容 什么都不谈 如果你想要的是听完后有一种空虚和浪费时间的感觉 你打算听什么 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随这视频的进展 我向你保证它变得匕首零食的小丑 还要无聊 不要与任何人分享 世界上没有人值得承受耳朵里有求这样的精神痛苦 你能想象有能力 与朋友分享有声书的人受到的嘲笑吗 此外 一本有声书能够远远超出无聊的边界 成为一个真正的憎恶 值得由无法忍受的乏味引起的最大可能的蔑视 这个视频不是关于有趣的小动物 背景是没有人喜欢的标准化的笑声 在这段视频中 你不会看到作者说他完全明白 作为一个作者 由于在普通学校接受的学术训练不佳 他几乎不能阅读或写得一般 他只渴望通过努力上传病毒性视频 即使他说废话 也希望找到像他一样的观众 让他们喜欢 订阅和分享给其他像他一样的人 从而从YouTube支付中获得良好的生活 这段视频并不是说 政客们在选举时像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一样 自欺欺人地谈论自己 并表明他 没有能力在选举前与那些不关心自己生活的人打招呼和交谈 更不用说在选举后 这也不是一个谈论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 增加购买力 重估劳动价值 教育的重要性 文化和道德框架内的合法性的视频 主演是一个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和通过其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偏见的无知者 因此 他是一个无能的人 以通过欺骗和违反社区规则藐视集体道德为代 驾享受恩惠 并继续试图通过编造的历史来享受特权 在这段历史中 坏人是发现他关于更好的世界的田园师般的谎言 而这只有他知道 也只有他能执行 这不是关于一段视频 而是关于一位高级公职人员 在与政府授予合同的商人共进晚餐时背影 幸埋名地录下 第二天 当他的声音出现在所有国家新闻的录音中时 被录下的人用自己的声音说 他从未说过需要许多百万美元来赢得下一次选举 事实上 他的意思和暗示是 这 种投资将向通过密封信封投标的方式压中一匹 获胜的马一样安全 他们不需要为他们想要得道德工作或服务投入资金 而是要将一个密封的信封连同净额一起寄给竞选团队 也不是后来录制的视频 该男子否认了先前的视频 称声音被剪辑过 不过还有一段现场是 贫 该男子在一个晚宴上拿起一个装满钞票的公文包 他也否认了 便称那是他再没有消费许可证的情况下 合法出售给赌场顾客的手工奶酪的付款 这不是一个视频 他显示的是一群刚毕业的经济学学生 他们在大学教授的建议下将自己和家人的积蓄投资于房地产和加密货币 结果在房地产泡沫加密货币崩溃通货膨胀失控和中央银行提高利率 试图控制局势之后情况变得更糟 这最终使情况恶化 使他们所有的资产价值低于他们购买时获得的债务 其结果是这些经济学学生现在发现自己完全被收回并被驱逐 因为即使他们出售他们获得的资产和作为担保人的亲戚的资产 他们仍然欠钱 这也不是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 一个有远见的人告诉你如何通过他自己试验的魔法公式 药水和巫术来摆脱经济科学学生的危机 包括伪造公共和私人文件 通过传递债务来摆脱 债务有些是给他妻子的情人 有些是给他情人的丈夫 同时让第三方参与这些曲折 如姐夫 殷勤和二表哥 这不是一个异象者对前一个异象者说他的工作不如一个独腿的聋哑间谍的视频回应 他用父母的退休金为自己提供资金 从他们那里偷来家具和家用电器通过一个残疾儿童协会出售 他们把这些家具和电器租出去乞讨 并在红绿灯前清洁挡风玻璃 这不是一个试图说服任何人的视频 在政党中拥有一个朋友是可能的 而且比拥有一份永久的工作更重要 因为通过政党的朋友 你可以得到比工作更好的东西 那就是财富 繁荣 机会和一生中更好的生活 尽管有在一张牌上玩的风险 但在视频中没有说打算不计后果的压在那张牌上 只是为了让你知道 在看完这段视频后 一所著名的大学不想透露他们的名字 因为接受它 们观看整个视频进行研究的尴尬 他们将整个研究团队报告给精神病院 并有严重抑郁症的迹象 在另一所大学的研究被四名学生开除 因为在50岁还没有资格的情况下 不允许他们继续研究 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 同时还要经营食堂 财务和目前的教育计划 他们表明 由于听了这段视频后产生的厌恶和不悦的表情 观看这段视频可以使面部治疗的效果提高百分之三百 有一天 我没有再往下说 我遇到了一个脸上有数不清的疙瘩合洞的男孩 他看起来更像一块石灰石 而不是一张脸 大家都称他为刀疤 刀疤爬能一言不发 向我挥了挥手 明阙表示让我等一下 随即他弯下腰跳了一下后 很快又站了起来 同时手里拿着一些文件放在我的手上 但在此之前 他还 mid-onna 配我躲 在我给予检查我是否会与西卡特里斯先生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把视频给一个朋友看了 他二话不说就把我的电脑砸在我的头上 趁我被巨大的打击弄晕的时候 他偷走了我所有的村款 我还得向他请求原谅 我对我朋友的反应不满意 决定把这段视频给我亲爱的妻子看 但这一次我是在我朋友挪用工款后不得不买的大电视上做的 由于这种行为 我的妻子直接向家庭地区的主管部门举报了我 在对我的审判中我最终被判有罪 当时他出示了这段视频作为证据 在其判决中明确规定 我有义务将每月的工资交给他 最终我亲爱的妻子会用这些钱在网上赌博 买一条50公斤重的狗 最后的结果是 我还必须支付狗的抚养费 为他与我分享他的部分生活而补发养老金 处理他和他的辛勤人的信用卡债务 还必须支付他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旅游圣地 每年当之无愧的三个月假期 我宁愿不说我家的房子和财产 因为他保留了这些东西作为对造成的心理伤害的补偿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个让你停止观看这个视频的广告 一个说他们所宣传的是虚假的广告 认识到他们想欺骗你 因为对这个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 正因为如此 他们不得不做广告来试图销售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抛在一边 那就是客户 在这一点上 唯一缺少的是讲述这本有声书 是如何用假装有趣 但其实并不有趣的图像制作的 部分 这些图像只是作为填充物 让观众在视频前停留更多时间 以累积播放时间 因此 如果你想给这本有声读物以任何奖励 请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里没有教什么 这不是一个美发师做的机械教程 这不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五分钟内从零开始 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学习编程的视频 这不是一个摩擦你脸的视频 因为你可以通过威胁成为能够进行负面宣传的影响者在免费餐 听吃饭 这不是一个教你教育你的朋友价值观的视频 他们不关注你 因为他们在手机上的交流比你 自己的存在更重要 他们鄙视忽略你 这不是巨摩有预谋的假新闻视频 他通过图片伴有文字 试图根据一个群体的利益 向你灌输 现实的想法 这样你就会分享它 认为这使你在虚拟的朋友面前变得有趣 这些朋友没有能利用身体活动进行交流 不可能进行教育 智商最低 脑电图平平 他们用笑脸回答 因为他们甚至认为你不值得用所有字母给你写信 不要做一个傻瓜 这不是一个拿钱当白痴的视频 他与他的白痴追随者的白痴对话 表明谁追随一个白痴 谁也是白痴 原因相同 多劳多得等于多得 这不是巨摩有预谋的假新闻视频 他通过图片伴有文字 试图根据一个群体的利益 向你灌输 现实的想法 这样你就会分享它 认为这是你在虚拟的朋友面前变得有趣 这些朋友没有能利用身体活动 进行交流 不可能进行教育 智商最低 脑电图平平 他们用笑脸回答 因为他们甚至认为你不值得用所有字母给你写信 不要做一个傻瓜 这不是一个拿钱当白痴的视频 他与他的白痴追随者的白痴对话 表明谁追随一个白痴 谁也是白痴 原因相同 多劳多得等于多得 并且要完成此视频并不是他告诉您的典型视频 如果您喜欢该视频 请给我点赞 请不要忘 既订阅并按铃接收来自该频道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旁白 请访问我的频道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大量的内容 我将上传更多的短 偏幽默有声疏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